男孩每天上课都会迟到五分钟 校长决定让他回家叫家长 男孩却可怜巴巴地说 不顾男孩一脸的泪水 校长惊觉让男孩回家叫家长 否则就别再来学校上课了 男孩一边抹泪一边失望地往回走 正好遇到了前来上课的老师 老师得知情况后赶忙跟校长求情 说他平日里成绩很好也非常遵守纪律 应该不是故意迟到的 校长这才同意男孩回教室上课 然而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男孩迟到的原因 竟是家里穷的只能和妹妹穿同一双球鞋 几天前男孩阿里帮妹妹到店里修鞋子 虽然一双鞋子已经损坏得极其厉害 在鞋匠一番穿真影线后还是给他修好了 离开鞋匠这里阿里来到了一家蔬菜店 买菜的时候 他把修好的鞋子随手塞在了门口的货架上 正准备挑选几个土豆 却被老板提醒便宜的在货架下面 然而就算是最便宜的土豆 阿里也需要先跟老板设账 老板很无奈提示他最好先还一点 等阿里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货架上的鞋子不见了 原来就在他刚才挑选土豆的功夫 一个驶慌的老人从店门口经过 把他装鞋的袋子当垃圾给收走了 阿里非常的着急 想钻到货架里面看一看 结果一不小心弄翻了老板的摊子 老板一脸愤怒地赶走了他 还没等阿里回到家 就听到了母亲和房东的争吵 原来他们已经拖欠了五个月房租了 弄兜鞋子的阿里顾不上这些 一进门妹妹一脸期待地问鞋子不得好看吗 阿里却支支吾吾地岔开了话题 当妹妹决定自己去看鞋子的时候 阿里起身拦住了他 一时间阿里的眼里浸满了泪水 他只好给妹妹说了实话 你的鞋子被我买才是不小心弄兜了 一听说鞋子肚了 妹妹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 没有鞋子我明天怎么去上学呢 阿里再三保证一定会把鞋子找回来 他只希望妹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妈妈 说完他穿上鞋子又跑了出去 刚来到店门口又被老板发现了 一顿训斥之后阿里只好再次跑开了 经过寺庙门口的时候 工作人员交给阿里一袋糖 让他拿回去让父亲敲碎 晚上父亲一边敲糖一边抱怨妈妈 医生都说了你不能干活不能生气 为什么还要洗毯子还要跟房东吵架呢 这些事情都可以等我回家再处理呀 说着他又开始训斥阿里 你都已经九岁了还就知道完吗 你就不能帮妈妈分担一点家务吗 阿里一脸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但又不敢说白天到底干啥去了 妹妹给父亲端了一杯茶 父亲满脸欣慰地说 我在公司一天到晚给别人端茶倒水 还是我女儿给我端的茶最有味道 父亲发现女儿没给自己拿糖 女儿说你这身边不都是糖吗 父亲解释说 这些都是别人的东西 他们是出于信任才交给我们的 写作业的时候 妹妹用笔写字问哥哥 没有鞋子 我明天怎么去学校上课呢 阿里用笔回复说 你可以穿拖鞋去学校 因为学校不允许穿拖鞋上学 妹妹生气地写道 你弄兜了我的鞋 我要把这是告诉父亲 阿里说 你告诉父亲我们两个都会挨打 他也没钱给你买鞋子 两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写着 很快就写了满满的一页纸 由于学校男女上课时间是错开的 他们决定两人穿同一双鞋去学校 当阿里贡献了自己的新铅笔后 妹妹答应了 次日妹妹穿上了阿里的球鞋 先探出脑袋确定路上没人之后 她才快速地走向了学校 体育课上她害怕别人看到她的鞋子 总是有意无意地往后面躲 她很担心同学们会笑话她 直到一个同学跳远的时候蹲在了地上 老师解释说 这个同学之所以摔倒是因为她穿的鞋子不对 上体育课就该穿运动鞋 妹妹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接着便大胆地把脚往前挪了挪 下课后妹妹一路狂奔跑向了约定的地方 路上她不敢有一丝地耽搁 两人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完成了教换 穿上鞋之后阿里撒腿就跑 然而就算她跑得速度再快 由于离学校的距离比较远 给她的时间又不多 最终阿里还是稍微迟到了 好在校长只是看到没抓住她 等下课回到家 阿里抱怨妹妹该早点来 还关心地问她有没有告诉妈妈 妹妹说我说了不说就不会说的 妹妹抱怨哥哥 你那脏鞋子我都不好意思穿 接着两人一人一只刷了起来 刷着刷着他们玩起了肥皂泡 一会儿的功夫身边就围满了漂亮的泡泡 两人也露出了一脸幸福的笑容 有时候孩子们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刚把刷好的鞋子放好 小伙伴就来邀请阿里一起去踢球 考虑到踢球太费鞋子了 阿里只能借口妈妈病了没空去 看着小伙伴失望地离开 她也是一脸的无奈 要是没弄多妹妹的鞋子该多好啊 晚饭的时候 父亲说等我涨了工资就给你们买些好东西 看到电视里鞋子的广告 兄妹两个不约儿童地看向对方 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给买双新鞋子啊 半夜突然电闪雷鸣 妹妹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哥哥 他们欣喜的球鞋还在外面亮着呢 阿里赶忙貌于把鞋子收了起来 次日早上就算鞋子依然是是的 妹妹也不得不穿上去上学 经过鞋子商店的时候 妹妹在窗外看了很久 要是有一双漂亮的女鞋该多好啊 为了哥哥上学不再迟到 考试的时候 妹妹快速地填完了试卷 早早地就胶卷离开了 本以为这次肯定没问题了 在经过一个排水沟的时候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不合脚的鞋子不小心掉进了排水沟 急流裹鞋的鞋子快速地前进 妹妹想要用手捞起来 水流的速度总是比她快一步 一番坠住之后 鞋子被卡在了一块石板下 妹妹的小手够不着 只能坐在边上无助地哭泣 好在边上好心的老板看到了 用棍子疏通了石板下的树枝后 他们成功拿到了鞋子 等妹妹来到约定地点 阿里只问她怎么这么晚 去了哪里了 妹妹没有说话 脱下鞋子就丢我过去 阿里又只问她鞋子怎么湿了 妹妹一脸委屈地说 鞋子太大不小心掉水沟了 我以后再也不穿你的鞋子了 是你把我的鞋子弄肚了 如果你不找到他们 我就告诉父亲 阿里气愤地说道 我不害怕挨揍 就算告诉她 她也没钱给你买 我以为你什么都明白呢 说完阿里转身就跑向了学校 然而却被校长抓了个正着 校长以为她是路上贪玩来玩了 教训一顿后 警告她以后别这样了 不然以后就别尽叫是了 一低头校长发现 阿里的鞋子是了 阿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好在校长也没再为难她 课堂上老师宣布了考试成绩 全班有三个拿到了满分 其中一个就有阿里 放学的阿里正好遇到了妹妹 此时妹妹依然在生阿里的气 阿里把老师奖励的圆珠笔送给了妹妹 结果漂亮的圆珠笔 妹妹顿时原谅了阿里 并告诉她自己并没有告诉妈妈 这天全体学生开会的时候 妹妹无意间看到了双熟悉的鞋子 那正是自己都湿的那双 放学的时候 妹妹就悄悄地跟了上去 她一路跟到了小女孩的家 并记下了他们家的地址 由于一会儿的耽搁 阿里再次迟到了 结果却被校长堵了个正着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校长让阿里回家叫家长阿里不愿意 校长就不允许她再进教室 好在老师及时出现 并为阿里求情 校长这才算饶了她 下课后两人气冲冲地走向了女孩的家 他们决定一定要把多的鞋子要回来 还没等他们走到门前门缺开了 两人吓得赶忙躲到了墙角 院子中走出一个盲人 那正是女孩的父亲 看他们的条件还不如自己 兄妹两人对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也没有上前摇回他们的鞋子 回去的路上两人都沉默了 另一边工作的父亲突然哭了起来 他不明白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生活为什么还过成了这样 好友看他可怜送了他一套原意工具 周末的时候可以给别人打理花认证外快 好友正式用这套工具攒了不少钱 次日父亲带上阿里去了城里 美丽的喷泉香满玻璃的大厦 巨大的广告牌穿流不息的车辆 每一样都让阿里非常的好奇 一段时间后 他们来到了城市另一边的夫人区 这里到处都是高档的别墅 父亲打算先教阿里该怎么做 按下门铃后 他却紧张得不知道怎么说了 女主人还以为有人过来捣乱 于是让男主人到门口看看 父子俩吓得赶忙骑车跑开了 第二家父亲依然紧张到说不成话 好在阿里及时介绍了自己 看到儿子如此的淡定从容 父亲露出了满脸欣慰的笑容 虽然对方不需要 但他们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两人分头行动一人暗路的一边 没想到半天下来不但没一家需要 他们还被门口的狼狗给吓了一条 阿里在一出门口喝水的时候 有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叫住了他 小男孩想邀请阿里陪他玩 阿里问他需不需要园丁 小男孩说他爸妈不在家 爷爷睡着了 看来园丁的钱也不是很好赚 就在父子俩准备离开的时候 后面的小男孩追了出来 一起出来的还有他的爷爷 正好他们家需要有人打理华人 就这样他们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阿里负责陪小男孩玩 父亲就在一旁辛苦地工作 等工作忙完之后 爷爷递上了厚厚一塌钱 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男孩却睡着了 阿里喜心地把玩具 放到了小男孩身边 回去的路上 父亲一场地高兴 他觉得以后不用再加班了 甚至可以请假一段时间 来坐园丁 接着他开始 想起了美好的未来 父亲打算 先给母亲买辆摩托车 然后再买个梳妆台和运斗 还有大冰箱 甚至他们还能换一个 更大的房子 阿里的要求则很简单 给妹妹买一双新鞋就好了 父亲说 不仅要给他买 我也会给你买 就在他们觉得 幸福生活就要开始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一个 长长的瞎坡 伴随着车速越来越快 父亲突然发现 刹车失灵了 他赶忙让儿子抓紧车子 阿里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想要用绞杀停下 奈何座位太高 起不到任何作用 为了避免 更严重的事故发生 父亲选择撞向了 路边的一棵大树 随着光机一声巨响 两人都倒在了地上 车子撞爆废了 父亲也受伤了 他们只能坐车回家 刚到手的钱还没午热 又全都出去了 父亲摸了摸儿子的勒头 无奈地望向了天空 回到家 母亲告诉父亲 今天房东又来催房租了 听着父母的谈话 阿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看来妹妹的鞋子又没希望了 这天放学的时候 妹妹着急去跟哥哥换鞋子 一步小心圆珠笔掉在了地上 结果被穿他鞋子的小女孩捡到了 小女孩本想叫住妹妹 没想到她一溜烟就跑没硬了 当晚小女孩拿出圆珠笔 越看越喜欢 然而次日课间休息的时候 她还是找到妹妹把笔还了回去 妹妹看到手中的笔 再看看女孩脚上的鞋 这一刻 她突然觉得鞋子应该不是被女孩偷走的 这天女孩的爸爸走进了鞋垫 接着破鞋就被妈妈换了个孔子 路上妹妹看到了小女孩的新鞋 当问到之前的救鞋去哪里了 小女孩毫不犹豫地说妈妈扔了 妹妹听到瞬间着急了 为什么扔了呢 小女孩说 他们已经懒得不能穿了 看着女孩脚上的新鞋 妹妹没有再说什么 为了以后上课不迟到 兄妹俩选择了在学校最近的胡同交换 这天体育老师宣布 省里组织了少年长跑大赛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阿里自认为很有实力 但看了看脚上的鞋子还是算了吧 别到时候连这唯一的鞋子都跑飞了 那就不划算了 老师进行选拔赛的时候 阿里只能羡慕地看着他们 当选拔结果出来的时候 老师这才公布了比赛的奖品 第一名两周度假游一套运动服 第二名两周度假游一套学校用品 第三名一周度假游一双运动鞋 再三确认第三名有一双运动鞋后 阿里敲响了体育老师的门 他表示想要参加这次的比赛 但老师却告诉他报名已经结束了 你还是参加下次的吧 阿里一直缠着老师不放 说着说着他哭了起来 阿里一再强调他跑得很快 肯定能为学校赢得奖牌 老师看他哭得可怜的样子 内心有了动摇 就在学校的操场让他跑了两圈 没想到他奔跑的速度 竟超过了其他所有选手 老师开心地记下了他的名字 阿里迫不及待地回家告诉妹妹 如果我拿了第三名 我就把那双球鞋送给你 妹妹疑惑地问 要是你没能拿到第三名呢 阿里则一脸坚定地说 我一定能拿第三名的 妹妹露出了满脸的期待 很快就来到了比赛的日子 其他选手要么在专业地热身 要么有家人给吃的喝的 还有家长贴心地给选手寄鞋带 而阿里这边则坐着敞篷的货车扇扇来迟 所有的事情也只能靠他自己 发令枪响后 所有的选手都争先恐吼地冲了出去 阿里很快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 跑出去没多久 便开始由选手体力不知摔倒在地 等选手们全部拉开距离之后 阿里开始趁机加速 他快速地超过了一个又一个对手 可能是短时间加速太快 他的体力有点跟不上了 开始由选手逐渐超越他 想到妹妹每次辛苦地奔跑 还有妹妹对他说的话 以及他对妹妹的承诺 阿里再次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一会的功夫就超越了所有的选手 当发现前面没有人了 阿里只好放慢了脚步 让后面的两个人抄了过来 没想到第三个人却趁机使坏 一脚把阿里绊倒在了地上 等阿里从地上爬起来 一惊又被几个人抄了过去 他只能爬起来拼命地追赶 还剩最后50米的时候 五个人几乎都挤到了一起 阿里也看不清自己到底是第几名 只能咬紧牙关冲向了终点 停下来他问校长的第一句话是 我拿到第三名了吗 校长激动地告诉他你拿了冠军 所有人都为他欢呼庆祝 阿里却感到极其难过 看着第三名的那双鞋子 阿里失望极了 所有人纷纷跟他拍照留念 阿里却始终都不愿意抬起头 当摄影师提示他抬起头的时候 阿里已经伤心地泪流满面 当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阿里感觉无法面对妹妹 妹妹看着空手而归的阿里 瞬间明白了一切 当妹妹转身走开之后 阿里脱掉了已经被他跑烂的球鞋 忍痛脱下脚上的袜子之后 露出了脚上磨出的水泡 他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了 但现实终归是现实 沮丧又疲惫的阿里 把双脚放进了水池 以此来减轻脚上的疼痛 此时他身边的池水 闪耀着斑驳的光影 月儿像是收到了召唤一般 他们纷纷围拢过来 轻轻稳住了阿里的脚 另一边伤好后 又接了几单生意的父亲 不仅给他们买了一大包零食 还给一家人买了不少的好东西 车后座上的两双新鞋子 一双是妹妹的 一双是阿里的 小鞋子是由马基德·马基蒂指导 莫罕默的阿米尔纳吉·法拉 和阿米尔哈什米安 和巴哈利·西蒂奇主演 上映于1997年的儿童家庭电影 本片在豆瓣41万人 给出了9.2的高分 可见这部影片的含金量之高 我们不应该把小鞋子 说成是一部儿童影片 它其实是拍给大人看的 让人砸一砸生活的滋味 全片没有一处 可以表现生活的艰难 而是处处体现出人性的美 身体欠佳的妈妈 让孩子给疲惫的爸爸倒茶 妇人爷爷给认真工作的 爸爸丰厚的报酬 妇人小男孩和阿里 一起开心的玩耍 爸爸赚了钱 就想给妈妈买点云斗 阿里想跑步比赛 给妹妹赢得一双鞋 老是为经常迟到的阿里求情 让她继续上学 妹妹把心爱的鞋子 让给了更可怜的女孩 更可怜的女孩 把捡到的漂亮圆珠笔 还给了妹妹 有时候爱不一定是 华丽的衣物 也不一定是数不尽的零食 应该是当阿里 发现妹妹的铅笔 短得她的小手都握不住时 默默地将自己的笔 放到她面前 贫穷的生活或许辛苦 但那不代表不幸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 点赞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